關於那個口罩政策的部分 您說確診數是否持續下降之外 還要觀察呼吸道疾病的情況 那我想請問就是 如果說在這個還要觀察的情況之下 口罩政策有可能本週宣布嗎 還是說可能要到下週才會做相關的宣布 另外也是想問一下 就是逐桌禁酒的禁令 鬆綁時間點的評估 那到底會不會跟口罩同步鬆綁 謝謝 好我想我們持續在評估當中 持續在評估當中 那你問這個壓力沒有那麼大 好我想持續在評估當中 那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下週在之後再宣布的機會 比較大一點